吴磊和张林鹏北京时间2月3日晚上,中国球员吴磊替补登场代 表西甲西班牙队第一次亮相,这位目前唯一效力五大联赛的中国球员 迎来成功首秀,参与递格进球过程,制造对手犯规吃黄牌,获得一次 这门机会,此外,中国女足球员王霜此前登陆法甲豪门巴黎圣日曼队 他在近日法甲女足联赛开场17秒就进球,帮助大巴黎4比0完胜 蒙比利埃,图说,2月3日对阵比利亚雷尔的比赛,吴磊替补登场完 成首秀,或许,吴磊的好朋友张林鹏在电视机前观看了这场比赛 他或许会感慨万千阿联酋亚洲杯,日本,韩国,伊朗等 传统强队的核心,都是效力欧洲主流联赛流洋球员,如果不是吴磊 王霜宁愿收入减半也要走出去,如果不是原来的俱乐部愿意放人 中,国球员流洋人数就是尴尬的0,图说,吴磊参与西班牙人队第二个进球 在笔者看来,吴磊能够顺利加盟西班牙人队,是上海上岗族 球俱乐部积极借鉴北京国安理念思维的结果,未来只有更多球员流洋 才能提升中国足球水平,中超俱乐部都应该学习北京国安播种机 的局器,而不是广州恒大挖掘机的小器,吴磊流洋,上岗司 为呼应国安长期实践上海上岗队近期在阿联酋迪拜东逊,球队进 日以2比2逼平丹麦超级联赛中日德兰队,在失去最强力的本土前锋 吴磊后,球队攻击力受损明显,上岗俱乐部相关人士曾直言,要玩 每天补吴磊的空缺,是不可能的,即便如此,上岗最终选择之 持吴磊流洋,吴磊在收入下降背景下也愿意勇敢走出去,球员不止 看前,俱乐部也不止看眼前利益,其实,中国球员想要成功登陆哦 周主流联赛,除了队员有实力,更关键是中超俱乐部要有格局,能做 倒舍弃小我,成全大我,给予无私支持,徒说,从阳晨开始,北京国 安一直支持队员出国流洋寻求梦想,中超16家俱乐部,北京国 安是支持中国球员流洋当之无愧的楷模,只要球员内心有流洋梦想 北京国安俱乐部都会给予机会,世界那么大,让他去看看,第一 各踢得甲,五大联赛的球员杨晨,就来自北京国安,早在1998年 国安替补前锋杨晨就以100万马克转会费加盟法兰克福,该赛季 杨晨打进八个得甲进球,前五古人,后五来者,成为寇享欧洲五大联 在大门的先驱,2002韩日世界杯之后,邵嘉一接过杨晨的枪 他在2003年加盟德甲慕尼黑1860队,随后成为中国流洋球 原在正式联赛进球最多的球员,之后,国安球员张希哲,张成洞,雷 腾龙等都有流洋经历,图说,张希哲即便被键盘侠嘲笑以水机管理 原,但勇敢走出去就是巨大的成功,这绝非井底之蛙可以理解得尽 借,其实,邵嘉一刘洋有重庆摩托车企业赞助,张希哲是大重器 车主导,张成洞则是一家互联网金融企业运作,多少存在商业因素 然而,北京国安俱乐部始终尊重球员内心的梦想和初心,给球员走出 去看看的机会,并愿意承受俱乐部有一定损失,据统计,在扬成 第一个刘洋后,国安在近20年已经放走多达15名球员刘洋,在大 多数中超俱乐部极力阻挠本土球员刘洋的大背景下,北京国安队球员 刘洋一以贯之的鼎力支持,用北京话来说就是局器,大器,账 一,有格局,图说,邵嘉一也是中国刘洋球员的典范,在支持球 原刘洋层面,北京国安的大度和格局,应该得到更多点赞,毕竟,球 原想在欧洲立足,第一是能出去,第二才是靠天赋和努力打开局面 国安的做法,其实接轨日本,韩国足球先进里面,日,韩球员在 刘洋超初期,同样存在商业因素,但随着日,韩俱乐部纷纷主动把忧 秀年轻球员送往欧洲五大联赛,日本,韩国刘洋球员已具备良好口碑 集团效应,从联赛竞争力来说,日本,韩国优秀人才层出不穷 一,刘洋才去欧洲,四一刘洋才在本土联赛或中超效力,日本,韩国国家 对的青年才居由此层出不穷,进入了一个健康循环模式,刘洋沙 首,恒大模式只考虑自身利益,北京国安宁愿牺牲自身利益也愿意 支持球员刘洋,这是正面典型,反面典型或许是中超期贯网,广 周恒大用高举高打的资金优势,客观造成中国刘洋国脚出口转内销 由此迎来中国刘洋球员杀手的外号,黄博文和国安,恒大之 尖的恩怨故事,颇有代表性,图说,因为刘洋后没回国安而是加盟衡 大,黄博文回到公体赛后卸场,极少数球迷用泼可乐来发泄不满 黄博文当年早早在北京国安打上主力,在球员希望刘洋后,国安部 惜让他自由转会加盟韩国全北现代,黄博文本人也承诺,回中超肯定 首选国安,指示,温暖人情往往在冰凉资本面前不值一提,恒大二十 09年恒空出世,黄博文在2012年被恒大移200万美元的转会 被回购,球员在恒大的薪酬自然远比全北更高,这一事件,恒大 黄博文是双赢,北京国安当时被球迷和媒体认为是彻头彻尾的输家 极少数偏激的球迷在情绪激动之下,直接在工人体育场把可乐砸下 了黄博文,引发渲染大波,当然,黄博文还只是广州恒大回购 中国流洋球员众多数目中的一颗,在中国流洋球员出口转内销这个 环节,国内足坛没有人比恒大玩得更溜,事实上,恰恰是中国球员流 洋军团的彻底湮灭,才造就广州恒大的七冠王王朝,图说,政治是 恒大回首流洋国脚的开端,赞这笔引元超值,依旧是恒大核心的 政治,当年在英超,英冠查尔顿效力,被恒大用自由转会签下结束流 洋生牙,欧冠出场中国球员第一人孙翔,也被恒大从奥地利联赛球队 邀请加盟结束流洋,依旧是国内最佳后卫的冯霄亭,当年在韩国全北 现代踢了两年,同样被笼络加盟恒大结束流洋,其实早就有网 有调侃,对恒大来说,但凡流洋球员,我都要,甚至不惜囤积居 其,徐欣原本效力与马德里竞技B队,李源毅原本效力普甲来雄一神 足球俱乐部,王上元原本效力比利时的球队,甚至包括有流洋经历的 张家琪,义腾,冯博轩等,先后被恒大拿下,图说,早前胡瑞宝流洋 和恒大彻底撕破脸皮,经纪人在微博上炮轰恒大,不过,胡瑞宝如今 再次被恒大邀请高薪加盟,指引恒大主帅卡纳瓦罗的经纪人的关系 山水有相逢,图说,恒大一度和希望流洋的张奥凯产生局域 根据统计,广州恒大成立至今不到10年,回购的中国流洋球员接近 20人,由此有人戏称恒大挖掘机,让政治流洋的鲁能,让孙祥 流洋的身花,让冯潇婷和黄博文去K联赛的大联合国安等俱乐部,当 连死活都无法想到,自己当初最优秀的球员竟全部回流到了广州恒大 恒大近期官宣为士豪,高准意,吴少聪加盟,其中为士豪,高准意都有流洋背景 吴少聪则直接从追联赛俱乐部引进,很显然,直 到2019赛季,恒大其实还在玩出口转内销,流洋挖掘机 这一套路,还想通过买买买来复制当年政治,冯潇婷的成功模式,图 说,不少球迷认为恒大是中国流洋球员的挖掘机和杀手,恒 大延续对于流洋球员的挖掘机模式,是否继续管用,需要留给时 坚来回答,都想留洋,张林鹏和吴磊玉天壤之别在北京国安 山东鲁能等队千方百计把球员送去欧洲的同时,广州恒大一直在想 方设法把其他球队培养输送的年轻球员用高薪挖回来,这种自己不种 数,只用资金优势买数甚至砍数的做法,引发质疑,近期,前衡 大国脚秦升明确表示,之前恒大在亚冠交锋日本球队时,日本球员9 景洪树的水平肯定不如张林鹏,但前者在流洋后水平突飞猛进,而张 林鹏如今的能力已被九景洪树甩了好几条大街,秦升这段话,是 对恒大当初拒绝张林鹏刘洋的勇敢质疑,毕竟,张林鹏和吴磊一样都 是徐根宝的弟子,本身也有刘洋的梦想,也明确表示哪怕钱少也要留 洋,然而,当英超切尔西对广州恒大报价求购张林鹏后,广州恒 大俱乐部打着保护球员利益的幌子,开出了至少800万欧元转会费 更提出要让欧冠冠军切尔西承诺出场时间,这就直接扼杀了张林鹏 的刘洋梦想,将局中,张林鹏甚至发微博质疑恒大不守信用,请尊 众承诺,然后把风险留给离梦想一步之遥的我吧,徒说,吴磊,张 林鹏都是根宝弟子,但由于上岗,恒大俱乐部截然不同的态度,刘洋 结果注定天壤之别,和张林鹏相比,吴磊显然是幸运的,张林鹏 为恒大贡献了足够多的冠军,但刘洋梦依旧遥遥无期,在冰凉的资本 面前,个体的情感和利益当然可以被忽略,这本身是商业时代的游戏 规则,只是,吴磊在帮助上岗夺冠后,他的转会费据息只有200万 欧元,在价格严重偏离价值的中国足球市场,200万欧元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很显然,在吴磊流洋这件事情上,上岗学习了北京国安 波仲基的局器,坚决和广州恒大挖掘基的小企划经界线,图 说,张林鹏未能流洋,张奥凯因强行流洋和广州恒大产生纠纷 恰恰由于广州恒大是中国球员出口转内销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强力反 对并阻挠本土球员刘洋的背后,是一种现有既得利益者内心深处的恐 据,但这样的思维模式完全站在北京国安思维的对立面,除了扼杀张 林鹏刘洋梦想之外,恒大和自己的队员张欧凯,胡瑞宝都曾因刘洋问 提思破脸皮,这就足以说明问题,当然,职业足球球员是俱乐部 的商品,投资人不放人属于有钱任性的自由,是他作为商品拥有者的 主观意愿,同时,球员愿意为获取高薪中段流洋生涯,也无可厚非 然而,在中国职业联赛泡沫日盛的背景下,国内球员身价和收入极高 轻松就能赚大钱,年少多金让年轻球员就早早丧失奋斗动力 未来,只有鼓励更多中国球员勇敢走出去,中国足球从业人员能避免成为 井底之蛙,中国足球才可能看穿井底穷德只剩前的客观现实,图 说,北京国安夺得2018赛季足协杯冠军,广州恒大这一年只收获 一座超级杯冠军,是历史上成绩最差的一年,对于球员来说,刘 杨成功与否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勇敢走出去,哪怕是张希哲这样被 以少数球迷恶意嘲讽为饮水机管理员,但他早就获得巨大成功 这本身是那些键盘侠根本无法企及的高度,同样,对中超俱乐部来 说,除了保证自身的利益之外,重要的是像北京国安那样,始终愿意 唯有新闯天下的球员铺路,为他们打开通往欧洲联赛的广阔天地 毕竟,浩子扛枪只能是在沃里横,刘洋杀手这样的操作手段却 时有独到之处,但因为没有在球员这个核心要素环节上做增量、体质量 最终竞技能力和产业价值都相对十分有限,从提升中国国家对程 既乃至中国足球发展来说,中国俱乐部在对待流洋球员时,北京国安 注重长远和国字号利益的播种鸡模式的局器,远比广州恒大 只顾自身利益挖掘机模式的小器,更值得推广